上一回说到,我今晚罚姜天帅, 有心想试试这个老妖精的本事。 有一天,他和这个老道士在喝酒, 喝喝酒姜天帅,就说, 老道友,你我已经成为知己了, 你现下本相,让我来开眼界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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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知我们修道之仁,就最忌三光, 如果被日光、月光、星光这三光一照, 那就怕要被雷劈了。 那,明天一早,星斗落尽太阳未出那时, 你就推开后面的妙门,向着正北看过去, 我就在北山山头等你,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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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那多谢老道长。 两个人一直听到黄昏时候, 老道士就说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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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告辞了,清早,天梦光, 又未光得光那时,我们是山头相见了。 既然说,江天瑞一直向老道士到门口, 那晚啊,江天瑞整晚都睡不着。 老道士到底有什么大道行是什么妙睛呢? 我又怎麽對付他呢? 跟他交朋友,又怕將來客家佔地址,連寺院都被他佔了。 想趕他走,又不知他的道行如何,本事佔。 未到三更時分,姜天帥就排身推開廟門出去, 當時還是門天星斗,搖搖搖進房,煮滾水煲茶, 一直喝到天蒙光,鬥轉星宜,東方微微發白, 姜天帥就馬上趕到後門,望著北山那邊。 剛剛升級落盡,忽然一陣狂風,讓他整身打冷靜。 咦?什麼一陣風,又怕得那麼厲害? 不是呀,原來他見到北山上有一條大網蛇, 蛇頭對應鐵佛紙在後門。 嘩!那條蛇抹大口,那蛇口比鐵佛紙的廟門還要大。 那條蛇針比大紅寶殿的大糧還要粗, 逐逐有百丈腸,蛇頭在北山頂, 蛇尾就往南山山頭,姜天帥就嚇到連吐氣都不敢。 哎呀!好在我沒有得罪他呀! 那陣呢?漸漸天亮的嘛! 那條大網蛇忽然拼幾拼,一拼就拼上半空, 一下子就變成一團黑煙,一飛就飛入鐵佛紙的大紅寶殿那裡。 然後姜天帥都還沒有吐過一口氣, 後面就有人喊了一聲,看見了沒有? 姜天帥轉頭一看,那個老道士已經站在身邊。 姜天帥就雙手合十, 阿彌陀佛老道長,你真是發力無邊, 以後要求你多多照應。 嘿嘿嘿嘿,你我有緣。 你有什麼要我做的,你就儘管開射矣。 從此以後,那個姜天帥呢, 真是當我老道士神地來拜, 天天請他喝酒、吃飯。 兩個交情就越來越深厚。 自從我悲腳和尚馮元智, 和乾坤道署話雲龍來投奔姜天帥以後, 三三五惡的人馬,殺人放火的亡命之徒, 打架劫舍的江洋大盜, 綠綠綠綠來投靠姜天帥。 這間鐵佛紙,雖然地方闊落很多房屋, 只有這麼多人來了, 地方就不夠住了。 不過姜天帥呢, 早就想建一座堅固的甲牆, 建一座很大的地窖, 來專門收留那些最大惡極無處藏親的江洋大盜。 那去哪裡找這麼多銀兩呢? 姜天帥就派了那些亡命之徒到處去偷去搶。 這個賺到三百兩, 那個賺到二百兩, 才賺來賺去更差大絕。 姜天帥就找個老道士來商量, 說要坐不淺, 直接說要重修寺院, 實在呢, 就要整機關暗道。 那個老道士就問, 那你想要多少銀兩才夠呢? 那至少也怕要兩萬兩銀。 哈哈哈哈, 這樣便宜了。 十天之內, 我保證給你籌十萬兩銀回來, 夠了嗎? 老道士, 那你有什麼妙計呢? 我施展法術, 放一場大雨, 等開法院流行瘟疫, 你呢, 到處去撤布丹, 說鐵佛寺的佛爺要顯勝, 鐵佛寺有零丹妙藥傳義瘟疫的。 這樣啊, 我包你裁員廣俊, 幾日之內, 就抽夠十萬兩銀呢。 那姜村瑞, 扣了個頭給老道士, 老道長, 那就全靠你了。 那晚, 半夜三更, 那個妖精真是施展法術, 打錢丹傾盤大雨, 妖精乘機噴出毒氣, 哦, 凡是喝過河水淨水的, 通通得個病, 頭溫眼化四肢無力, 整身發燒, 吃什麼藥都不見效的。 整個開法院, 八百條村, 無一憑面, 村村都有病人。 鐵佛寺的大紅寶殿, 那座大鐵佛呢? 啊, 忽然間會開聲講人話。 千南順女聽語, 我佛在此抱救眾生, 每人樓下一兆錢收你自願, 所以拿包藥關女一食, 能隨百病保你一家平安。 很多人來拜佛買藥求衣, 啊, 您不是說過然十分靈驗嗎? 於是一寸十寸百, 鐵佛寺門前的人山人海, 老百姓是湯南帶女召向拜佛買藥求衣, 有病的故之然來, 沒有病的呢, 也拿穩陣做來買定先。 那個姜天帥呢, 又乘機起架, 看人來收銀, 最少收一條錢, 多謝十兩八兩的照收, 兩日呢, 續續收了三萬多兩銀。 那天呢, 製工來到開掛院, 見過那個阮太爺鄭元龍以後, 就請鄭元龍用阮太爺的名片, 去叫鐵佛寺的和尚禮, 說是商量籌款去收你鐵佛寺的。 剛剛那個時候, 那個金眼佛姜天帥, 和乾坤杜鼠華雲龍去西村那邊。 原來呢, 開花園就流行瘟疫。 西村那裡就更加厲害, 家家戶戶都有病人的。 那裡都離鐵佛寺又遠, 走一整天都未來得到的。 故事呢, 西村的鄉申父老呢, 就夾起來來商議, 不如就請鐵佛寺的主持姜天帥來商量一下, 求不錢給他, 請他去求佛爺拿一批藥來救全村的老百姓。 西村派人去鐵佛寺, 江天帥一聽到這麼說, 好機會呀, 這回可以勒索一大舊。 江天帥就帶著華雲龍去, 他想著華雲龍雖然扮過幾件大鞋, 但沒有人認識他的。 華雲龍生得一貌堂堂, 不如帶他去多個人講話。 故事呢, 江天帥和華雲龍就去了西村。 那麼遠太爺那張名片拿到鐵佛寺那時候呢, 只剩下個閉腳和尚馮馮原志在這裏, 所以就逼著要個閉腳和尚去衙門。 製公呢, 早就已經算定他要來的了嘛。 一來就先逐了個馮原志前。 一想問, 這個華雲龍, 整班惡人都躲在鐵佛寺那裡。 製公就帶著柴頭、 刀頭、尹士雄、 楊國公四個暴頭, 趕去鐵佛寺。 臨走呢, 製公更吩咐, 叫鄭天龍, 帶齊衙門, 暴頭、瓦翼, 和全院的官兵, 跟著來鐵佛寺接影。 那麼現在說到製公幾個了。 一口氣就來到鐵佛寺, 一路上只見人頭湧湧, 來到鐵佛寺門口, 嘩, 根本就沒辦法逼得進去。 真是人山人海, 加上整班小販來做生意。 有賣元寶蠟燭的, 有賣植品的, 有賣水果的, 有賣藥的, 抹齊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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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齊。 三座大門, 通通打開了, 門口也插著兩支旗桿。 門尾上面掛了一塊大典, 寫著職見護國鐵佛寺。 然後聖豐皇親, 爹公 banco的寺庭串燭大堂。 他傳進入村山。 這間寺院真是真大呀, 五層大田, 中西兩邊不居居配電, 兩邊幾百間居居住啊。 儘固蛇居住啊! 已浮一間大田, 在正中間托一座鐵佛。 這座鐵佛坐在蓮花台上,那個蓮花座有五呎高,鐵佛坐到一丈二呎金身。 鐵佛前面有一張桌,上面擺滿香燭,持仙水果,供奉大財。 鐵佛右邊又放了很大的桌,有兩個和尚坐在收銀兩,旁邊兩個和尚轉門發藥,收完銀就發藥。 鐵佛前面櫃滿了無數善男信女,燒香拜佛,有些交銀兩拿藥。 鐵佛一看,這座大殿烏煙瘴起,鐵佛頭頸無出一股黑氣,一盆香味。 鐵佛又無出聲,縮一旁邊看,忽然鐵佛出聲。 鐵佛善男信女聽著,佛爺開恩,送藥,補救眾生。 鐵佛要重修寺院,每劑藥就收一叫恥。 鐵佛大家樂善好師,善有善補。 鐵佛在那群拜佛的人裏面。 鐵佛有個女人,年紀若莫二十幾歲,一身婆婆爛爛背著兒子,一邊哭,一邊哭,一邊哭,佛爺慈悲。 鐵佛我男人去年過世,可憐只剩下我孤兒寡婦。 鐵佛我樓氏一門香火,就全靠這兒子了。 鐵佛誰知這兒子剛剛得了病,我家中貧窮,實在一文錢都沒有。 鐵佛爺,求佛爺開恩,上次一副藥,救我兒子一命啊。 鐵佛人一邊哭,一邊叩頭,然後就起來,走上去拿藥。 鐵佛發藥的和尚不肯。 鐵佛爺的規矩,你不給一條錢來,我就算給你一包藥,你吃了也沒用的。 鐵佛,你不給一條錢,不給一條錢來,未來裏地壁。 鐵佛爺的,那女人又去扭頭,這回鐵佛又開正了。 鐵佛爺,佛門規矩,人人遵守。 鐵佛爺,我要人人出力, 鐵佛爺,你還是回去找人權來,阿彌陀佛。 鐵佛爺,阿彌陀佛爺。 鐵佛爺,一邊哭,一邊起立,一邊走,一邊講, 哎,難怪人間勢利硬了,連佛爺都愛財而命,我們窮人就死定了。 帝公知道這個女人為人賢淑,身世可憐,就握手叫她來,帝公在身上臨了一顆藥丸交給她。 啊,你拿回去,馬上用水充給你的兒子,馬上就沒事了。 這裏我還有幾兩碎銀,好了,你拿回去用吧。 那個女人因為賤多達,萬哥借就走了。 那麼站在桌邊收銀的和尚呢?是金銀佛姜天瑞的死黨。 看見濟公自己發藥丸給的女人。 咦,那豈不是有心來拆彩? 讓和尚又閉大眼過來問濟公。 喂,和尚,你什麼叫賣假藥啊? 你什麼叫敗壞我鐵物紙明星啊? 你什麼叫賣假藥? 嘻嘻嘻嘻嘻嘻。 我是靈隱子祭天,我只是來看下東西的。 濟公說完大搖大擺一直走在鐵佛面前。 在擺水果的桌上呢,一手就拿了一個蘋果。 一手就擠了一隻草。 一擠進口就閃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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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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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姜天帥都要养了一群和尚 站在四面 一斤 撲出来打祭公 柴元陸韵志雄四个暴头 也撲出来 想帮祭公手 祭公用手一指 豪马灭霸灭熊 那几个恶和尚 个个静在这里 拜神那群人都要打架 四处手臂 大红宝殿变成凶妖妖 祭公指着大铁佛来骂 嘿嘿嘿 你这个坏家伙 居然在这里轻妖作怪 施妖法 坑害百姓 败坏我们的佛门规矩 我和尚找你 找了很久了 我这回看你 走得去哪儿 那群烧香求约的百姓 当时塞满在大殿外面 看见一个穷和尚 指着铁佛来骂 个个都莫名其妙 喂 这个和尚发癲啊 什么佛爷都敢骂啊 嘿嘿 何止骂啊 那个祭公骂得几句 一跳跳上莲花堡座 一连几花响 啪啪啪 画到个铁佛的面那里 然后再几花响 整座上异高的铁佛都摇下来 将和尚窍在底下 到其他周围看到的老百姓 provided 每个都跪下了 哎呀 佛爷显圣啊 那和尚得罪神令 甲山砸死了,尹士雄见到师父砸死了,当堂就放声控哭,柴园六道阵英两个,跟祭公跟了这么久,也都一阵心酸,哎,师父真是死得惨了,那杨博栋呢,也跟着摇头探色, 他们见到尹士雄,还在着伤心,就说,喂,兄弟,不要哭了,一个人生有处,死有事,没办法了,我们回去报给老爷知,找人来周诗,在啦,四个步头,刚刚走出门口,就听到铁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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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脚步声,啊,祭公勃勃的那把大葵船在走进来, 咱们,牌头,做什么呀,啊,你四个想回来报仗,啊,祭,大吉利子, 是啊,师父,原来你没事呀,哦,我这么容易死的,你猜,那个妖怪想暗害我和尚,责我不死,我就不肯放过他了, 尹士雄就问,师父,我看着你宅在地下,以为你变成欲伤,你怎么走得出来的呢, 哎,陷啊陷啊,陷啊,哎,幸好我会捐洞的, 刚刚在说话,突然间祭公大声,不得了,啊,你们快点走开啊,走开啊, 而见一阵狂风,去那里飞沙啊,走石,连雅面都飞起了, 红纵飞捕了一条大网蛇,有十几像场水桶那么粗, 不用问啊,这条蛇就是个老道士变的了,原来那老道士,学是千年修行的蛇精来的, 他晚黑就躺在燕云塔,日头就属于个铁罚里面,变人声来到握百姓, 现在被祭公当众拆穿了,还刮了几把铁网, 本来呢,他们想整嵩着铁冊,扎死祭公, 怎么知道就扎不到祭公, 那老妖精又怒羞成怒, 哎,你个和尚想赶绝我, 我亦不放过你, 故事就现出原形, 给了一条大网蛇来吃祭公, 那条大蛇, 一前就前了祭公, 白大蛇口就担下来了, 祭公是不方不望, 一手捏着一条蛇颈, 那条蛇就动都不会动, 这么来烧香拜神的, 来求约的, 在外面做买卖的, 连起那四个铺头, 通通都吓过魂拍都没了, 走都走不走, 正在这个时候, 外面有人喊了声, 阿尼陀佛, 接着一个和尚跳进来, 这个就是金眼佛姜天帅, 原来那个姜天帅, 刚刚带了华云龙去西村, 跟那帮父老在说价钱, 要一千两银, 才肯将药送去西村, 华云龙也搭了一把嘴, 说佛爷怎么灵验法, 说到头头是道口水花粉粉, 突然间, 铁佛只有一位和尚飞快走来, 不得了啊, 不得了啊, 师父, 有个祭天和尚, 凤凤尖天天来到捣乱, 抢生果食, 由上几个兄弟定住在那儿, 现在他指着铁佛来骂, 说骂人了啊, 华云龙一听说, 帝颠和尚四的字, 转身就赢, 姜天帅就喝着血, 嘿, 你怎么化得这么浇灌, 你跟我回去, 看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帝颠和尚, 华云龙就知道姜天帅懂得法术的, 加上现在呢, 林镇铁途明星不好, 故事就只要硬着头皮冲好看, 跟着尾一看回铁佛以, 姜天帅他说要来收拾制功, 不是猛龙就不过江, 不是读者就不肚目, 这个金眼佛姜天帅, 到底有几大本事, 要来收拾制功呢? 欲知后事如何, 且定下回分解了。